物价,我看电价一涨的话,那电价相当于基础设施嘛,那因为别的产品都得涨 当然涨就涨吧,就是当官的肯定不在乎,人家管理这个这些了 是不是,听说还有那个柴油,柴油好像也有点短缺吧,还是怎么回事 听说我对,当他们那个平时吃饭的肯定销,买到几万几万拿在我这里面 是啊,特工嘛,是不是 这又叫新百姓苦,王百姓苦,到最后都是韭菜,都是韭菜苦 哎呀,是,最近的G20,G20这峰会这么多国家啊 相当于地球上最重要的20个国家吧 中国习近平跟那个普京没有去 习近平跟普京没有去,剩下的我看印度啊,好像都去了那些国家 哎,习近平他越来越像朝鲜那几个家伙了,他越来越像朝鲜那几个家伙了 我上次看新闻说他21个月没有出国,朝鲜那边不也是这样吗 没有了经常不出国的 哎,那普京多少年没出国了 哦,普京好像没有人关心的 哈哈哈哈,变远化了,变远化了 嗯 习近平这二十几个月不出国也真的是 他可能呢,这个G20这这么多国家领导人一开会啊,你想想 发达国家基本上跟他价值观念都不一样,穷的国家呢,可能会见到他跟他要钱嘛,非洲那些穷国家,说大哥能不能给我一点钱,他可能也不想去见他们 所以,气场不一样,你说美日英法德这些国家一开会,习近平一过来了,你说这会怎么聊啊,哈哈哈哈,这饭还怎么吃 我个人观点是因为下个月还是,哦,就这个月吧,还是下个月,我忘了,有那个中共的六中全会嘛,然后习近平不是要搞什么历史问题的决议嘛 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上第三次历史问题决议 他好像是要屁股一下邓小婷,然后这个会议以前是确定下一个十年的领导人的嘛,那习近平如果要继续做下去的话,估计也比较关键吧,他估计就不出来了,就等着这个会干嘛,我估计是这样,就不敢出来 有可能,有可能,但近平呢,习近平虽然现在是皇帝吧,这皇帝也有可能被造反,这古代那么,就古代都有被造反了,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我吃李克强,我他妈一掐死他了,我操,你他妈你这个小学生他妈天天天天天在那装逼我,老子妈读博士都没说话,他妈天天在那装逼装逼,把一把把掐死了,真的 你说这些开会,他们这几个一开会,怎么就不能他妈的身上带一把手枪,直接就把习近平给干了,就 习近平,习近平他他要的这个,因为小学生的话嘛,他说是接受的教育,基本上就是文革那一套东西,其他东西他他妈不懂,知道 他不懂的话他怎么玩,他只能玩他懂的,他懂是什么,就是这拳斗呗,还能够准 对,人家是真的有脑子,还有一个理论是这样的,就是习近平他毕竟也是个老人嘛,然后 他应该有70的吧,快,快了,快了,快了,快70,对,你们想象一下,你们平时中,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老人,他是不是有时候老觉得以前那个年代好,我感觉习近平有点这个劲儿,就他像那种农村里面老大爷,他又老想,哎呀,还是以前那个时候好,以前那个时候好,然后他就,习近平,对,他就有可能是这样,然后,他这个傻逼有权力,问题就是这个,你知道最麻烦就是这个样子, 是,我突然想一想,是,你讲来真的有道理,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我在想啊,习近平可能身体不好,因为像我坐飞机,坐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很累,七八个小时都很累,他的都怪70岁了,又要坐飞机,又要开会,而且跟各个国家领导人都得说话,谈论, 他也要动脑子啊,他都得搞也得动脑啊,他可能觉得太累了,直接就算了吧,就让下面的人出去干吧,什么国家部长去吧,可能是这样,可能他们,反正他们说的我也听不懂,我说的他们也听不懂,对啊,是的,真有可能,他年纪大了, 有点像毛泽东,毛泽东他大概去过苏联,之后就没有出过国,就在家呆了,而且毛泽东见到外宾,一般而言都是先让周恩来见一见外宾,然后呢,好像周恩来见完之后呢,周恩来把那些,就是看到顺眼的外宾吧,就是接到中南海去见一见, 合个影就完事了,合个影就完事了,现在毛泽东基本也不参与具体的外交事务,就具体怎么谈判,没法咯,翻译听不懂,可能是这样,那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好像都这样的,发现没有,都不太喜欢出国,领导人都不喜欢出国,是,而且我发现这些共产党国家,好像外交谈本, 他很经常派二八手去谈判,就是他一八手跟一八手,他不谈判,就这种外交谈判啊,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也是肯定的,这留了个缓重那个反馈的空间,知道吗,到时候,到时候觉得,想一想,觉得不妥了,说二八手说了不算,然后一八手给否了,他有个缓重空间 是,是,你像以前中国都是周恩来谈判嘛,后来可能就是外交部长 有这种感觉,有这种感觉,近平的话真的是,哎呀,习近平同志一国家,他妈太累不累啊 这真的是,可能晚上一睡觉,他害怕谁造反,不,或者说政编 当年那么中南海经常搞政编 而且我听说过,中国曾经发生过刺杀主席的,我听说过,就是当年好像有什么军队是,或者武警吧,准备刺杀胡锦涛的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,就是那种传说啊 听说过,说什么,一个是什么海军阅兵的时候,对吧,说要有炮箭想要打胡锦涛那艘船还是什么样的 对,我听说过了,是 听说过这个,有,我相信是有的,肯定不会铁板一块的 你想一想,你共产党升上去的人,都他妈的是,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,谁不想他妈当个老大啊,你想想,对吧 是的,是的 就是说,人家不是党的教育就是说,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 你当老大是因为你厉害,那我把你干掉了,那我就,我当老大了 哈哈,本来就是这样 当年邓小平也是政变吗 都是政变 哎呀,也不知道在习近平之后,因为明年他要,中国要换届,习近平如果连任的话 那属于正常的套路,因为大家都认为他连任,如果他不能连任,那中南海又得搞政变了 又得血雨腥风了 又得杀了 哎,每年换届都出点事,以前,以前每年换届都录下几个官儿嘛,什么陈良宇啊,对吧,薄熙来,黄菊什么的,这不都是跟换届有关的,一换届就吃几个官儿,好像今年没有吧,今年好像又可能因为太多官都没了吧,可能就已经没有那么厉害,但是领导人自己估计 所以,他肯定有点顾虑的,像习近平那种,我就不信李克强,那么他信里面是扶他的,李克强公开场合很多时候说的话,都是基本上就是怼习近平的,说什么全民小康啊,然后李克强说六亿人,什么人均,月军一千,还有多少,我忘了,都公开嘴的,这种,我反正,我不觉得就里面是真的那么团结 大家都服务他,哎,每个人,你这些领导人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长大的,他也是肯定经历过的,肯定有些人不是不喜欢文革的,对吧,不喜欢文革那一套的,我也觉得他内部肯定会有人反对他,因为我就不说习近平嘛,就说毛泽东,毛泽东当年再厉害,那什么林彪啊,刘少奇啊,邓小平啊,还有人跟他斗呢,当年啊, 就是,就毛泽东他再厉害,因为毛泽东,好像是一九六几年,他的权力并不是,还有人党内不服他吧,他所以他搞了,一九六年,搞了文革了,他没有权力了,当时好像是没有权力了,不行的吧,刘少奇给架起来了嘛,刘少奇给架起来了,刘少奇好像是心里面觉得他做经济不行,但是刘少奇跟邓小平这两个人都有一个问题, 就是他们都不敢否认毛泽东,有没有啊,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敢否认毛泽东,不然邓小平没有彻底否认他,刘少奇也没有彻底掌权嘛,包括后面几个领导人,什么赵紫阳啊,胡耀邦啊,我感觉都是有点这个,就还是不敢对第一,就排位第一那个人动什么东西,但是现在不是那个年代啊, 你以前毛泽东,他妈的锦刚山,长征,这样一路过来的,当然有些威望,对吧,习近平有,习近平他们临正纪啊,他什么事都没干成过,他从地方到中央什么事都没干成过,你想想是不是,他福建干过什么事吧,也没有啊,上海也没干过什么事,然后就到中央来了,肯定很多人不服他的, 是的,是的,这么一讲还真的是,是,这个他也是很危险,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水平不行,所以不能出国,要在家呆着,别一出国,像那个华国锋,华国锋据说是去朝鲜访问,然后邓小平跟他帮人搞了一阵变,他就歇菜了,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对,真的,回来之后,那个邓小平,搞了个什么818讲话,这个东西你可以搜一下,就说还是81年的818讲话,就彻底,那个讲话是搞什么,把领导干部终身什么被除了嘛,其实就是针对华国锋的,不是说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,但有些人说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,后来失败了什么的,但他主要是为了把华国锋啊,以前那一波人, 全部给弄下去嘛,但是邓小平他有叶剑英啊,有军队的人,所以不清楚,就是你习近平另外的一派在军队里面有没有人,或者是军队里面有没有人不支持习近平,这个比较重要的,还是要看枪杆子这么一样,对 是的,是的,中国说到底还是枪杆子,第三世界说到底还是枪杆子说了算,还是武力说了算,没办法,法院没什么用 共产党说了一句真话,枪杆子里面出战权,这真的是个真话 哎呦,太有道理了,真的 哎,共产党把权力啊,这一套东西,权力,人性,特别是中国人的人性,那是摸得透透的呢,我跟你说,真的摸得一清二楚 对,真明白了,现在香港也沦陷了,也这样,我看,因为我网上说,共产党一弄,香港就完了,然后外国公司全部撤了,我上网一看,美国那些他妈大的金融公司,没几个离开香港的,还在那他妈的做生意,我操 说白了,你香港这些韭菜,你苦就苦吧,人家这些大财团 就是说,只要共产党没有动他们的利益 人家还是跟共产党该做生意做生意,说白了 哎,我这么说吧,大胜,之前国内不是流行什么996什么的,那种各大互联网公司 搞996,然后说剥削什么的 哎,那人家的各大互联网公司背后都是谁啊 腾讯背后你以为都是马化腾吗,马化腾就8%的股份 那都是联合收割机,他妈中外联合割你中国韭菜的,怎么可能就说走就走 哎,你说呢,美国呢,各大银行,投行,高盛 嗯,他能离开香港吗 他们这个,就是他肯定要赚钱 没办法 哎,谁管你的韭菜死活啊,说白了 对,你还有那个清华大学不是有个苏世民学院吗 你知道苏世民是谁吗,苏世民就是贝莱德那个投资的创始人之一 他仍然活着的,对,没卖 哎呀,也不知道这些西方资本家怎么想,没办法 真没办法 嗯,苹果公司还没有撤出中国呢,我日夜期半